現在開一開 開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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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追蹤大囉 十五號晚上來了舊舖車 因為有人報案 一名一歲多的男童 屯下義務沒有 神秘跡象 送醫後不治 二十四歲的單親媽媽 低著頭神情哀傷 因為她每月花了兩萬五千元 將自己一歲多的兒子 交由保母照顧 沒想到卻疑似 吞入一元硬幣 還有玩具 椰柱不勝喪命 醫務人員發現 男童身上還有不明於傷 男童到院前死亡 从男童嘴巴取出抑郁病例及小玩具 并发现男童全身有大面积性臼伤 妈妈将男童托育的地点 就在台中这栋大楼 同时也是省性保姆的住处 男童妈妈透露 是因为自己要独立抚养孩子 所以从事24小时轮班工作 3月才将男童送托 每个月有6天时间会将小孩带回家 8月有发现男童背部有瘀伤 额头也有伤 当时保姆声称孩子调皮 自己摔的妈妈不以为意 9月11号还有到保姆住处看小孩 没想到9月15号的晚上就发生憾事 小孩子身上是很多外杀 郭小孩顾到没了命 社会局调查 身心保姆没有登记证 违法收拖 而且还是24小时制 15号当时家中 除了有4名收拖的幼童外 还有2名成年 以及1名未成年的亲生子女 当天晚上保姆出门买晚餐 由自己的小孩照顾男童返家发现 男童疑似误吞 一元硬币倒在衣柜断气 很多家庭主义都是会 你跟盗爪嬷 就是定于那里 赚完快 但亲妈妈辛苦 轮大夜班养家 儿子却在保姆家没了命 保姆最后以3万元交保后穿 虽然初步调查事物 吞硬币导致身亡 但男童身上的心臼伤 究竟是不是保姆失虐 造成检警还要持续理清 新闻综合报道